启动表单,user form1 然后还有就是说随着工作部启动 在也在第四页吧 接下来的话就是说怎么样把资料 新增到我们的 这个 这个Excel里面 基本上的话 大概可以分成四个 四段程式来看 第一个就输入资料 新增,第二个的话就自动带出 平均跟 这个 这个等地 然后再来就清除资料 最后的话就把游标放在 这个第一个 这个文字方块里面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了解几个部分 第一个说我要怎么样 做到这一点就是说 我当我输入完资料 输入完资料 我要可以把它放到 这一个范围里面的最下面一列 的下一列 OK,就第七列加一 第一个位置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上面的资料 复制一份到这里 这个复制一份到这里 等于有四个资料就复制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自动完成其他的部分 并且清空里面的资料 然后把游标放回去 四个动作 其实就我刚刚给各位看的那 那四段程式 其实都不困难 首先的话主要观念要清楚的话 很多事情就简单的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先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表单 里面当然我们输入的资料 一定是输入在哪里 这里 那首先你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这个里面的资料 要怎么样丢过来 那你要知道这个名称叫什么 这个东西它的名称在这里 所以你游标放上去 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叫什么 textbox1 那里面的资料有个属性叫.test 所以把.test里面的资料 倒到这个sales里面去 就完成了 ok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把这个 这个倒到第二个 倒到b 这个叫什么 testbox2 这叫testbox3 这个叫testbox4 不过呢 特别注意 有同学 就是可能有删除掉 或者是说重新再拉文字旁 那里面的名称 假如不是1234的话 那请各位注意 请你把它改成1234 ok 这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那我应该把程式写在哪里 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执行的话 是按下这个新增按钮 所以请特别注意 如果我要写程式的话 请记得 它一定是写在这个按钮里面 那里面怎么样把 写在里面的这个 这个 这个状态 这个里面的 输入的位置打开 其实很简单 直接在这个按钮上点两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跳出一个sub 叫什么 command button1 被click的时候 意思是说 当 它也是事件驱动 就是当这个按钮被点一下的时候 有个end sub ok 前面这个先不要理会 private 就是它不能被其他 城市呼叫了 就是私有的 就没有共用就对了 ok 好 那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我要做什么 就是 所以特别注意 城市就写在这里 特别注意 记得城市写在这里 所以把它点两下 那我第一件事情要怎么样 把一二四 这四个东西放在这里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怎么知道 现在这个最下面一列的位置在哪里 那我必须把它知道的话 把它加一 所以我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讲过 有一个方法可以向下追踪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增加一个变数叫r r等于什么 向下追踪之后 得到了列 那什么向下追踪 记得 range 还记得吧 向下追 如果从a1 假设我现在游标先放在a1 那记得这里面自己在补姓名两个字 里面不能是空白 点 向下追踪的话就end end end的话 这个边哪个 这个范围的哪个边 哪个方向 那你前刮虎之后的话 这边会跳出说你要上下左右 那我要向下追踪 所以excel down 然后呢 后刮虎 这个有点跟那个borders有点像 哪个方向 然后呢 请你帮我向下 就Ctrl向下之后 它会停在这个第7列的地方 我们可以把第7列的讯息带回来 所以点ro 意思是说 它把第7这个讯息带回来 所以这边 这个得到的结果就7了 那我要向下一列就加1 ok r的话就第8列 那当然如果第8列有资料 就第9列 以此类推 那我要把什么呢 把这个里面的这个testbar1里面的资料 放在这里的话 那怎么叙述 特别注意哦 这个程式 记得啦 慢慢习惯就是 如果你要把什么资料 复制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 请记得中间加等号就可以了 前面是你要放资料的位置 放这里 所以你就打一个 这个是叫什么 sales 第几列 第R列 哪一栏 第A栏 A栏 OK 里面要放什么呢 放那个表单里面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叫testbar1 里面的资料 所以呢里面的资料就是testbar1 点什么呢 里面的资料就点test 好 这样的话就知道说 诶 我把这个表单里面的这个资料就帮我放过来了 那依实类推 如果我要放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就怎么样 把这个复制 最简单的方法 这个复制 然后这边改成B 这边改成2 第二个放在B 然后第三个放在C 第四个放D 所以这边的话改一下 复制贴一下 这边改 C跟D 然后这边改成3 跟4 OK 好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完成第一个新增 那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你就直接执行 然后这边的话就输入AAA Enter 它会跳下一个 新增 这样的话 资料就过来了 当然 它不会自动清 因为我们程式上还没写 而且没有自动带出其他资料 可是呢 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带出其他资料 那接下来把它关掉 然后我们应该什么 已经新增了 然后自动带出这三个 再来的话怎么样 再来的话就是把这上面的资料清空 游标再放回去 OK 那特别注意 如果要自动带出后面的资料的话 所以这个第一步 那 程式部分的话 云端 上面有 所以你们可以看这一段 第一步 然后 123 我先把这一段程式先复制贴过来 这个是第一段 第一段 新增资料 就是这个刚刚写的 那第二段的话呢 就是 把 EFG 放什么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有公式 这边有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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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上面这个7 有没有 现在这一列是第7列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放成 下一个的话 那势必这边7的数字要变成8 那8这个列 其实跟 什么有关呢 其实跟刚刚有出现一个变成 叫R有关 所以其实 我先把这个 这个把它删掉 重来一遍 然后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 Sales Idea 一篮 丢什么呢 丢公式就可以 怎么丢啦 其实你可以拿 拿这个 或这个都可以啦 我们拿这个好了 有点像之前教过的 输出公式 复制 取消 然后呢 放哪里呢 放在 这个 一篮 的后面 方法跟前面很像 贴过来 但是这个2的话 之前是把2 跟这个2 改成I 可是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不能改成I 这时候要改成R 第R列 所以改的方法就是 双印号 2个 移到中间 and 2个 移到中间 加一个R 然后 一样把它控开 那这边也是一样嘛 所以这边一样 双印号2个 移到中间 and 2个 移到中间加一个R 然后这边把它控开 好 那同样的方法 这个IF 跟这个IF 也是加一个R 所以做法都一样 我这个就不赘述了 那还是一样 里面有双印号 一定要取代 就是一个变两个 这个也是固定的 所以照之前 有点类似的做法 那我们就可以 把EFG的资料 自动带出来了 那带完之后的话 再清除里面的资料 1234 清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什么 里面就带这个空字串 1234 那最后的话 如果要让游标 放回去这里的话 其实很简单 这个叫TestBar1 后面只要给它一个动作 叫什么呢 点SetFocus就可以 所以TestBar1 点SetFocus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让整套流程就完成 我们来资新给各位看一下 资新 这边的话 Aaa 假设 我们现在没有房呆 所以你就 输入应该输入资料 然后最后什么 Enter 当然现在不会 它会跳下一个 跳到新增 一定要多按一个Enter 那应该什么 把这四个资料输入到这边来 并且自动带出这三个 然后呢 再把这三个 这四个资料删掉之后 游标再放回去 那我们来试一下 Enter 跳到新增 再Enter 有没有 1 2 3 4 OK 那这样整套流程呢 就顺了 那只是说呢 现在我们还没有考虑到那个房呆 也就是说 假如说呢 这里面输入资料不正确 那不正确的可能性有几个 第一个 完全是空白的 按新增 那不对啊 里面全部空白 假如这样 按新增会怎么样 它变成错误 OK 不对 第二个的话呢 里面成绩一定要是 0到100分之间嘛 第三个 这个底下这三个 一定要是数字嘛 如果不是数字的话 那也不能输入啊 所以范围不对 或者格式不对 通通不能输入 OK 那怎么办 要做房呆 那怎么房呆 这个我想请各位 先试着把这一段先完成 跟各位讲 程式写在哪 1 这里点两下 2 写在这个中间 有四段程式嘛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五页 1 2 3 4 那请各位试试看哦